新闻头条带您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交通局宣布 持一卡通免费搭高雄市区公车优惠 要延长到六月底 原本这项优惠只在去年底实施两个月 后来一再延长 如今继续加码到六月底 交通局也强调 免费公车主要的经费是来自于交通部 对于公共运输创量的奖励 并没有花费市府太多的预算 持一卡通免费搭公车优惠 最早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 没想到活动一推出大受民众青睐 短短两个月的蜜月期 让高雄市的公车韵量 提升到每个月450万人 比起前一年成长两成五 绩效显著 也让交通局决定加码 再延长免费期间到今年二月底 而就是因为民众反应太踊跃 现在免费搭公车期限再度拉长 我们会将这一个公车任意搭的活动 先延续到今年的六月 六月底 那因为配合学校学期的这一个制度 那让我们所有的学生 还有通勤 还有我们外来的游客 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服务 交通局强调 持一卡通免费搭公车 并没有花市府太多预算 主要是因为交通部 对于县市政府公共运输创量 有所奖励 市府是在领到交通部的奖励金后 持续办理 光以103年1月份的免费公车为例 酝酿403万人次 足足是交通部锁定目标的三倍 交通部它有一个所谓的创量的 绩效奖励机制 那也就是说我们 能够创出来的量 可以来向交通部来申请 所谓的预算的补助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这个信心 那交通部也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也就是说只要民众多多搭乘公车 让公共运输量的创量越多 交通部给的奖励也就更多 这样一来也许在6月底之后 还能再争取到交通部的奖励 继续延长免费公车的优惠 港督新闻宏夫人夏秋竹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